我求你了,年夜饭千万不要做这个菜 我们家还想过个好年呢 嗨,大家好,小兰 临近过年,网上有很多教人做年夜菜的 我呢,也学会了一道 今天啊,打算做这一道,给我醒醒 还有我婆婆,还有我爸爸 啊,啊,啊,一起尝尝 兴祥,妈妈出去买点菜,你在家听奶奶话啊 去吧 今天小兰学做这道年夜菜呢 需要的食材是茄子跟肉末 现在出发去一趟菜市场 拿上钥匙,出发 拿上袋子,去买点菜回来 哎,你回来了 走走走,跟我去一趟菜市场 买点东西去,走啊,走啊,走啊 我在网上学了一道年夜菜 今天想录一首给你们尝尝 哎呦,了不得了,新年菜 快走吧,快走吧 朋友们,你们说巧不巧 出门就遇到个免费干活了 哎,老婆,你到底要买啥 买两根茄子,再买点肉末就够了 今天这是什么菜系啊 今天这道菜很有余意 叫张灯结厂 哎呦,了不得了 咱们挑茄子就要挑这种又长又直的 鞋子买好了,我们接下来买点肉末 我们选了点半肥半瘦的肉啊 搅成馅,一会儿回去就做 肉馅买好了,现在回家 大家看这个人回来就扮上了 你别卖关子了 你那个张灯结厂到底是什么菜啊 就是年夜菜啊 我这个广东老婆已经嫁过来六年了 这是头一次说要给我们做这种年夜菜 今天先拿你跟妈妈练个手 好吃我大年三十再做给爸爸尝尝 先把鞋子洗干净了 我们先把这个肉啊,先腌一腌 哎呦,了不得了,还知道腌一下肉的 放点盐 放点味精 放点胡椒粉 倒点生抽 再倒点老抽 再倒点香油 接下来咱再切点葱姜末 你别说切的这个姜末还挺细的 那可不 我宣布从此你也算的是上着厨房下着厅堂的女人了 没给广东人丢脸吧 那可不 姜末放里边 我们再切点葱末 葱末放里边 这样就行了吗 你也不搅拌一下吗 别急啊我给我爸打个变化缺个东西 咋的这还有场外援助啊 爸爸 哎我问你个问题 什么 花椒水怎么泡出来啊 哈哈哈哈 几个小时啊 几个小时啊 那我着急用我能不能放锅里煮啊 可以啊 这样好嘞好嘞没事了爸你忙吧 嗯 拜拜 锅里倒点水 放点花椒 好家伙你现在都是现学现外啊 这叫智慧 趁这会功夫给茄子改改刀 我们先给茄子一分为二 然后呢我们放两根筷子固定住 这是要干啥呀 给他切个形状 咱们这些不要 你就可劲拜会吧 一会咱妈看见指定要熊你 我一会拿给你炒肉吃 咱们切这个加刀片 瞧到第八片我们就切断它 第八刀我们切断了 现在看看这形状还不错 大家看小兰做的一个菜 做出来这些边角料啊 哎呀浪费 浪费啥啊 边角料最后都会给你吃的啊 怎么又切上胡萝卜了 切一些点缀的 好嘛 这是又浪费了两个东西啊 哎呦 甜点椰子的那里味有份 粘野菜 粘野菜的麻 马上再等等吃乱嘴就行啊 这都是切的啥呀 看到没有做饭最考验别人耐心了 刚开始还切得好好的 后面完全都走样了 好烦不想切了 放凉的花椒水我们倒肉里面 你这个花椒水是不是放的有点多 我觉得 哎哎 这都马上一点钟了 上班之前不知道还能不能吃上小兰做的饭 我们接着把肉放到茄子这里面裹满它 肉裹满了 看像不像个小灯笼 哎还真有那个造型 肉先放好了我们现在开始上锅蒸 上汽12分钟就行了 快来看看 15分钟到了 哇可以哦 就像我们把这个蒸倒出来做个勾芡 咱们换了个盘子先给它装饰一下 你别说还真像个灯的样哈 就是不知道这个味道怎么样 别慌啊勾个蒸就行了 倒点生抽 我们加点水淀粉 看什么了 好像淀粉放多了 有点臭 哎都成酱糊了 臭活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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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给灯笼淋上枕 好了 这一道年夜饭张灯结彩 我们就做好了 年夜菜来了 哎呀还小火里 过来看看妈妈弄灯哦 尝尝不 你不要吃 你尝尝 看好不好吃 怎么样有盐味不 有盐味 不好吃你就说了就行 不用白茶花 好吃啊 谁说不好吃 老婆快尝尝快尝 我知道年夜菜 我不太想吃 你看这一坨一坨的跟那个啥一样 年夜菜啊 你爸不吃你吃 妈妈做的这个灯笼菜 一点都不像灯笼 咋不像了 你看灯笼 花纹 还有它的叙叙都有 一点都不像 老公给个面子尝一口 我不太想吃 快点尝尝 替爸爸尝尝 好吃了我大年三十我再做 怎么样 怎么样你倒是说呀 我求你了年夜菜千万不要做这个菜 我们家还想过个好年的 怎么这个菜多好啊 张灯结彩 哈哈哈 爸爸 您要放手我们吃火锅吧 行吃火锅 我做这个菜挺好的 怎么让你们输这么难堪呢 你自己尝尝 尝尝 嗯 我觉得今天还是吃火锅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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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